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这里是判断的蠢龙视频 这次呢我们可以目睹到一次 猎猎猛蚁的公蚁缠卵的一个过程 可以看到这只公蚁已经将腹部抬起 尾刺已经抽出来了 它要准备缠卵了 猛蚁它们可以 猛蚁可以缠卵 因为它们发育的都跟以后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 很明显这一只蚂蚁没有吃鸡 但是它在这里将要缠卵了 我尽可能的给大家 呈现出一个良好的视角 但是它选择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从上面看的话 我这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已经露出了一个尖了 对对对 快要缠卵了 已经露出一个小头 嗯 被挡住了 好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罗岸已经出了一丁点了 好 好 好的 有趣 停止了 要移动 好的 还在继续 还在继续 他有一张 抬起来了 这次视频可能会比较长吧 有点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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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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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已经快要传出了 还是我的手机不好使啊 微距不新 好 很合适的鸡尾 col樹黏 ! , 小楠 мног 多量 厚 很累 消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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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不觉的快九分钟了 可以在这里给一些不知道的小伙伴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种蚂蚁的工艺可以产卵呢 答案就是他们在没有以后的时候 通过这种用触角来相互打斗 可能会比较斯文吧 他们打斗之后决定谁来产卵 就是有性工艺 代替以后 可以说是联盟蚁 这两种蚂蚁都是通过 刚开始的话是由一只有性蚁 就是实名实质的蚁后来开始建立一个潮群 到了中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少量的有性工艺 他们可以产卵 但是明显的不如以后产卵发达 到了后期的话可能以后就会被他们杀掉 留下有性工艺 这应该就是这种蒙蚁的一种特性吧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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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蝦蝦 8公里的腔 3公里的腔 1公里的腔 1公里的腔 5公里的腔 我看你 许多的工艺都来簇拥着它 装到它下面是干什么样 装到它下面是干什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可以在20分钟内它可以产完这颗卵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惊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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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显然这只工艺并没有传播了 所以他不知道需要用他的两个牙把它给慢慢的叼下来 他现在又只能这么放着他在他的腹部末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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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来他在寻找一个适合放诸克帘的地方